在前面的单元中 我们介绍了定积分的概念 设f是区间ab上的连续函数 a等于x0小于x1小于x2小于一直小于xn等于b 是平分区间ab的分割 xi'为区间xi-1到xi中的任意点 delta x等于xi-xi-1等于n分之b-a i等于1、2一直到n 则黎曼和的极限 limitn趋近于无限大 sigma i等于1到n f of xi' delta x 称为函数f of x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 并且以符号integral f of x dx从a到b表示 其中a与b分别称为该定积分的下限与上限 f of x称为被积分函数 a称为定积分的下限 b称为上限 integral dx表示是对变数x做积分 函数的变数只要一致就好 例如integral f of x dx从a到b和integral f of t dt从a到b代表同一个积分 而我们在处理上面的定积分问题时 使用的是黎曼和进行分割 求和取极限的代数操作 现在就让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练习下面的问题吧 求integral x 平方 dx从0到1的值 解答 三分之一 求integral 括号 t 平方减4 dt从0到3的值 解答 三分之一 解答 三分之一 综合定积分的意义可知 若在ab区间上都有f of x大于等于0 则定积分integral f of x dx从a到b 就是f of x的函数图形 与x纸直线x等于a x等于b所为区域的面积 若在区间ab上都有f of x小于等于0 则定积分integral f of x dx从a到b 就是f of x的函数图形 与x纸直线x等于a x等于b所为区域的面积之负值 举个例题来说 是以定积分表示f of x等于x平方的图形 与直线x等于0、x等于2、y等于0所为出的面积 解答 由图可知 因为x属于0到2之间时 函数f of x等于x平方大于等于0 故所为出的面积为integral x平方 dx从0到2 第二题是以定积分表示f of x等于x三次方的图形 与直线x等于负2、x等于0、y等于0所为出的面积 解答 由图可知 因为x属于区间负2到0时 函数f of x等于x三次方小于等于0 故所为出的面积为负integral x三次方 dx从负2到0 当负积分函数f of x在区间ab上有正有负时 定积分的结果是x轴上方的面积减x轴下方的面积 如图 以r1、r2、r3分别代表三个区域的面积 则integral f of x dx从a到b等于r1-r2加r3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题 以至f of x等于x 是求定积分integral f of x dx从负2到4的值为何 解答 由图形可知 integral f of x dx从负2到4等于区域r1面积 减区域r2面积 等于1分之1乘以4乘以4 减掉1分之1乘以2乘以2等于6 是根据定积分与面积的关系 求下列各项的值 第一题 integral 2 dx从负1到3 第二题 integral括号2x加1 dx从0到3 第三题 integral根号9-x平方 dx从负3到3 第一题 第一题 如图所示 所以 integral 2 dx从负1到3等于2乘以4等于8 第二题 如图所示 所以integral括号2x加1 dx从0到3等于2分之括号1加7乘以3等于12 第三题 如图所示 f of x 等于根号9减x平方的图形 与x等于负3 x等于3 以及y等于0所围出的区域为半圆形区域 所以integral根号9减x平方 dx从负3到3等于2分之1乘以π乘以3的平方等于2分之9π 同学们 之前我们学过可以使用笔漫盒进行分割 求和 取析线的代数操作 解决定积分的问题 但操作过程要面对大量的运算 感觉上较繁杂 但是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定积分与面积的关系 定积分所代表的几何意义就是x上方的面积 减x下方的面积 原来 只要能画出函数图形 就能转成利用面积来求得定积分之值 这样的几何意义 看起来能取代迪曼盒的繁杂运算 但若遇到几何图形是弯曲的曲线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计算曲线底下的面积呢? 后面的课程 我们将逐步地引导同学们来认识积分的计算哦 我们下次见! alimentos! 等一下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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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